哈喽大家好 今天入手一台鼻毛修剪器 开箱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用 我们之前修剪鼻毛 大概率会用到这几样工具 大剪刀,小剪刀,解口钳 直接剪,手工剪,鼻毛剪 看看它是什么样的 一个塑料盒子 看上去不错哦 OK 这个是清洁用的刷子 这是金属,这盒子不错 我出来看一下,造型也挺好的 小一个红线 整个剪刀都是金属的 有点分量,里面是一个旋转的刀头 一个很小巧精致的一个剪刀 修剪器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它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们找一个最旧的牙刷 用这个剪刀来剪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它能不能剪个洞 没反应啊 它这个剪刀主要是剪边缘的部分 其实中间的话 它是没有刀片的 中长的话 应该是剪一个像 环形的 周边的可以剪掉 中间会 留着 我们先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把周边的剪掉 这个牙刷的毛是不是太细了 羽毛细还是牙刷毛细 看下这个牙刷的毛 是比较难剪 我们看一下这个刀头里面 已经有这种在里边了 还不少 应该是有效果 我们拿这个刷子清理一下 清理效果还是很好的 这个修剪器呢 它剪牙刷是有点难度 但是我刚才实操了一下 它是有效果吧 那现在这两个到底哪个更好一点呢 首先左边这个呢 这个小剪刀 修剪器 它是更直接一点 就是说我们看到哪里 就可以剪到哪里 它也有缺点 就是这个剪刀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危险 容易剪到肉 然后它出门鞋带也不是很方便 我们乘飞机 不安剪有可能 是这个小剪刀是不允许戴的 然后这个修剪器呢 看着造型更科幻一点 别戴的话相对来说 也比较方便 它看上去没有什么攻击性 你当个玩具吧 这个小东西 你会不会买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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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